謝謝大家這麼的用心在為健民做這一趟告別儀式 我跟他是球隊 好多年的球隊 我們都是明星棒球隊的隊員 然後我之前都因為在球場上見面 最後一次見到他的話 也就是我在中央東路一間餐廳碰到面 那個時候他還健健康康的 之後就比較少看到球場來打球 那我自己也本身因為年紀也大了 也比較少到球場 所以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 但是基於長時間來 大概都有差不多20多年的球友了 所以說今天是特地來送他一程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他最近有訊息他 關心他嗎 一直都沒碰到他 我在2012年吧 那時候拍幸福普公英 跟他還有白雲 我們三個人有合作過那部戲 所以說曾經在高雄有一段長時間的相處 就是這樣 但是最後比較 比較在戲劇上面跟他合作 比較共處的一段時間 給我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基本上在生活上大概都蠻講究的 像我平常跟他拍戲或接觸 他的頭髮總是梳得整整齊齊的 然後我有仔細看他的身上的穿著 不管是襯衫皮帶還有鞋子 好像都還蠻講究的一些牌子 然後穿起來都蠻有品味的 之前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子 本來他的身體都很壯碩的 然後一時間就是這樣子 是很意外 謝謝大家